大家好,我今天會做一個紅燒五花肉 準備一些蒜頭切薑片和蔥段 份量是隨意的,多少都不要緊 準備1茶匙花椒,3粒八角,1個桂皮和1湯匙冰糖 現在先把五花肉揉出水,去一去肉酥味 加入一些蔥段,薑片,再加1湯匙的酒 這樣就可以開火,將它煮滾 大概煮五分鐘,然後沖洗乾淨 將它切成一塊塊 燒熱的鑊,放少許水,然後放入冰糖,將它煮熟 其實這個步驟可以用油代替水 不過因為五花肉的油脂已經很高 所以我就用水代替油 現在我們可以放入五花肉 再放入薑片,蒜頭,蔥段,把它翻炒 炒一會兒之後,我們可以加入兩湯匙的豉油 一個半湯匙的老抽 再加入花椒,八角,和桂皮,將它翻炒 炒幾下之後,就可以加入水,去燜煮 水一定要蓋過肉 我轉中火,燜煮了五十分鐘 燜煮了五十分鐘之後,肉已經很軟 醬汁就收乾了少許 現在我轉大火 我們煮菜一定要試味 因為每個人的口味都不同 我覺得味道不夠鹹,所以我又加多了四分一茶匙的鹽 繼續大火煮滾,收汁 收汁的時候也不要收到全乾 要剩下少許汁浸著肉 吃起來的時候口感更加好 這個肉的口感非常軟 而且一點都不肥美 我現在只要夾起肉 我現在只要夾起肉 去碟子裡 那些花椒八角的就不要夾了 吃起來的時候就不用挑開它 看起來是不是很軟呢 而且色澤很美 當然要夾起渣 把醬汁淋上去 我就灑了幾粒芝麻上去吃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可以不放 這個紅燒肉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喜歡這個影片 如果你們想的話可以訂閱 分享和給點意見 多謝你們